还有人拿内地 虎兴好像去拿内地了 内地 还是内地 发现法师能玩 这就是比赛之前已经做好试验准备 我今天就是内地开 对 但其实上把是选择去抢大剑的 嗯 可能 对 上把其实他想做转变 但是发现保守装备 因为他拿了布甲后面 保守装备比较适合 我们聊的最多的其实也就是开局的装备 对 开局的装备很定阵容啊 对 这就是一个选手的所有东西结合到一起的 你可以看出很多东西 包括可能第一个符文怎么发也很重要 第一个符文其实前面两码我感觉 画面就是在第一个符文的基础之上 去建立了自己的优势 对 然后他很会利用这一点 眼泪爆攻速 传比较差 看他们爆大棒 前期还是尽量要有一件成品装备 这装备有点尴尬 青龙刀和巨杀或者电刀 至少三个装备都不是很好 对 没什么能合的 他就看第一个强靠法符文嘛 看海克斯 巨杀其实也可以直接合 如果实在不行 就要死伤害前期的 没办法 对 我这边的装备其实算很不错的 哦 这把不知道他会不会考虑水炮 因为前面两局里面真的 选择水炮的要么就是成绩特别特别差 其实两码你说第一把 如果把那个南枪算成水炮的话 两把水炮都是老八 那个南枪不能算水炮 对 那第二把那个算 他这个很糊的 第二把赛海那个可以算 他这个甲壳起很糊的 甲壳起水炮有三臂波 嗯 应该是不会 邻里3z这里出了一个金零龙智慧 这个海克斯 我们在讨论是非常强的 然后 超级加倍律动 都还可以啊 对 金零龙智慧是非常非常强的 因为有好四成双 司机代发 司机代发也很强 嗯 我觉得现在白色的司机代发可以啊 然后金色和那个削弱之后 可能稍微差了一点 对 好神窗依旧一般 很强度一般 主要他现在不能出两个一样的吧 对 因为不能出两个一样的 所以说就是 就确实很一般 他这里不考虑开人口打连胜吗 肯定还是要考虑开人口 对 前期装备是不错的 有扬刀的一个组件 他直接就可以合 前期就得连胜 他后期生 他中期 中后期甚至可以考虑让掉这个前华夫 嗯 这个版本连胜开给力的容错太多了 对 毕竟你要知道 就这个版本前期的 连胜如果能打出来 就像前面两把一样 换灭 两局对吧 都是连胜 然后最后吃鸡的 是的 这把是 诺摩西是炮手 对 然后这家是决斗 还是挺转输掉的 挺期待说这个版本 会不会有高炮手的体系出现的 因为也是得到小小的加强了 所以不知道什么六炮对吧 会不会重新回到我们的视线当中来 哦 这边虚拟接心直接合了板奖 现在炮手其实就比较吃灵魂红西 嗯去吃小天城 对 因为红西炮手的一个青蛙去吃小天才是非常厉害的 如果有炮转的那个 炮转的那个是这个 跳别人后排一下就秒掉了 加工加的特别多 比较差的一个精灵装备 前期很容易跌不出来 大汉子凯 40层跌不满 嗯 这个是聚抽象的 你可能前面五个回合能跌出两个回合都很不错了 就你输出高的不行 对 连输出高的也不行 对啊 就是这种 就当时那个炮手 炮手和日炎叠这个会比较快 炮手跟日炎会叠很容易叠冰马 对 这波还真给他叠到了 这波对面是豆子 对面有两个洞 他确实没什么输出 嗯 哎呦 这个蝎子还是会玩的会补到 还行 那边把奥拉夫叠掉了感觉也挺开心的 都这把可能水炮就可能会比较多 嗯 很想很急三比波没有 怎么说 李里亚有时候考虑吗 李里亚这装备不是很好走 这装备路线有点长 一只火花正一只手 出的太慢了吗 有点看石头人了 他这个其实很糊的 李上这里这个海克斯也很糊 一波跌的也长 而且前期有一张哲力是很舒服的 这里这张牌前期又是很大 而且他后面等会就可以大炮头有机客 伤害也会很高 主要他前排的石头人也是良心的 对他这里完全可以先上人口 F一下 留扎克 他赢 我觉得树赢得得F一下吧 这里 扎克肯定得留 我觉得可能能吃利息的话 可能就不一定会F了 这不能赢的话 那也是卖后面两个怪 要留扎克 对 这个有机会二星 二星的棋子 体系内的棋子 卖一个 卖掉一个 有B波他其实没有那么需要吃利息 嗯 就在前期的时候 可以靠B波去把这些竞技给养回来 就是F一下 然后用两块钱去瓢 用一块钱去瓢一次 瓢一次高等级的概率 这里如果能拿大剑太舒服了 没有拿到可惜 这把换面好像又是一个连胜开局啊 两星的猪妹 两星的狗头 其实在前期期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保障 是的 他还有一个 迅捷射手之心 他迅捷心 前期有老鼠 直接合了板甲 他前期就直接有什么 因为他现在积分优势很大 他也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充斥司机 我稳住就可以啊 这边又拿一个腰带 嗯 上午了 再给另外一个格斗家 下面有个赛纳不上吗 他他要迭避波补上赛纳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这把绝对大师灵巧这边只有核克一枪了 核克一枪还是偏向迭加一点 啊在中期的生 三费之力极客分裂 狮子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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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的 他的绝火来了 等命英雄 已经很明确了 而且他也是前期连胜的 就连胜狮子狗 中期出豪生霜 就有机会吃 中期不出也无所谓 反正就递 中期能递牌就很厉害 这边是被断掉了 一个恶心的暴虑 他这个质量其实已经很扎实很扎实了 都没能走出一个连胜 要开始想办法吃利息 不过他是少装备开经济很好 这把考虑走侠嘛 迅捷星 迅捷星骑手 或者说他出了这个 出了这个迅捷转职可以驱咒永恩 他前面合的是板甲 这把金龙或者布龙是都能用的 看他怎么选吧 出迅捷转职就是能用的 这把是绝德大师幻境 对 绝德大师幻境是最厉害的 虎星这边之间是往毕波上面去了 今天其实还挺多毕波龙的 感觉这个之前突围赛什么的 出现的场子不高 但是反而今天 每一把都有人玩 因为毕波龙强度其实一直都有的 他只是成型难度有点高 毕波龙需要一个法转 很吃了一个法转 而且他中期有的时候 你差一点 可能就每波差一点伤害 这个毕波龙之心 很多时候就当一个法转用 对 就强行上法式 嗯不上刹那分离吗 主要他前期有蓝buff 给个卡杀也很很很能很能叠 不过毕波龙确实今天战绩都不都不升 对 没没怎么进前世 你看他的瓢子这个 这个牌的质量就很难受呀 没办法 成数叠的也不是特别高 有蓝buff的七手才三四层 嗯 这波这波可以低到三三四十四十多 还可以吧 不能说及格 表示血线压力有点大 因为毕波在牵口的战力会低很多 凌铃这边其实挺舒服的 他这个五连败是七十八血的五连败 对对对 他这个五连败好精致啊 他主要金铃龙之心 而且有离扣 钱很多 然后现在羊刀的组件也不来了 待会如果看第二波这个五精灵的装备爆的如果好一点的话 他装备爆的 他可以法爆加聚杀 直接走决斗 对啊也可以 法爆加聚杀走决斗 然后腰带磨炕就是前排装 哇他装备真的很好 因为他这个金龙转值就是厉害 四户位开看五精灵四户位五精灵 带来达四个那个狗头 就可以开四户位五精灵 白色的加科技枪 这边也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二星达夫直接达 好经典三钢一启动 即可赶紧给上去 保住连胜看到门 这边好神双也低了 不想保这个连胜 那这个二星阿夫还是很有实力的 对他 三费之力的两星奥拉夫 对面并没有上子 那这样狮子把连胜保住了 很赚直接走 他把狮子卖了玩奥拉夫 但他有个同行 狮子狗三不了 但是你这样分裂拉夫三个 你也不想 合分裂的时候想的是狮子狗 对 但是没办法 他这样转的话可能就稳一点吧 出了金色的 看一下狮子这里出了什么 好神双 好神双 小马特 有点亏啊 哎呦 他这个每走四四个有点亏 卖了一只 卖了一只有点亏 对 顶级顶级强化符文 可惜 行界赤符 打耳筒 并肩 两个打耳筒 这家也是打耳筒 那边出文章之书了 他先偷一 他先随便偷一个东西 然后后面开就行了 还好神双直接去养那个乌鸦后面 文章里面开的比较好的可能还是 刺组那个马转 冲爆转 冲爆转马转 刺转 因为你肯定会上两个队友 差不多 他差不多应该就要开 其实暗铃转一般的感觉 他这把暗铃转可能 他这把装备有点差 暗铃转因为一个也没有那么有用 你直接献祭的话 也就一样 然后又不能补一个羁绊 还不如其他的补一个属性 他装备好暗铃转还是很强 我这边直接有霞了 六级来霞哦 换面今天 装备有点差 打拉筒之后装备还是有点差 不过他这个打拉筒 就问题是扛到那个密宝 他问题是有点上不了巴 他可能气急会递 主要是装备成型不了打拉筒 他也没有展剑 他等会会很差输出 他回去也会考虑到跌价 当然会 有地道的话也是可以考虑 也是训绩之心就不要了就行了 对 遇到什么用什么 七龙色 不过昨天那名韩国选手的金龙 金龙色 大家应该都有注意的 你可能会有考虑这个方向 因为他开局是板甲起头嘛 他板甲起头肯定就有考虑这个大前排 这边是一个四一代发家并肩作战 很厉害 还没有开 他没有去走水炮 没有选择去走水炮 这个方向靠 看能不能慢慢转吧 感觉好像经过这么几局下来 大家对于这个水炮的 优先级的有点降低了 有点感觉我不到 一般正常来说 你说现在去打rank或者是什么 昨天的训练赛的话 水炮的运气很高 对 可能大家有点藏 藏一手 我先给你玩水炮 今天比赛 我再玩别的水炮给你玩 不过李超这把的水炮就还行 对 因为我感觉开局 直接奔着水炮玩的人 今天不是很多 就是没有那种开局什么装备 海克斯特别对这个路的 对 要那种开局 开局 虎一点闭波 给他个击克 可能就直接冲了 对 真意这里还开不了 还在地 而且 这边启动了 水炮经典三号 带着吧 带着吧 金龙带着巨杀盒了 还行 二十块 他这里少个两炮是 他前面有赛纳不留 他留着炎雀 我觉得赛纳前期是真的很好用的 他可能想着炎雀多叠点 币波多个点杀 他就没留赛纳 他这把装备很多 他组建百宝断 然后叠到140了 很早就是140 层数高 他这把很多就是个三级客 还是个神装男枪这种 三级客神装男枪 压力太大了 逼波龙 加上总没有上两力的 打他 哇 又抱了一把大剑 三级客了已经 他有个腰带的 他可以直接递 装备真的很多 还可以滑一波 我感觉看起来像滑一波 滑到三级盾打完 华与波波再摊两块钱 摊个金龙的钱 地道牌可能就换了 血量比较高 血量比较有优势 对 这把没有地道 他这边真的是迅捷护卫 武迅捷射手 和那个分裂先用 就看他这个布龙都会换不换 这个布龙就等爱达斯 爱达斯有大亨之凯 对 大亨之凯的爱达斯 但是我们昨天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他那个金龙 你说金龙一新有点不行 这你可不可以直接就用布龙了 因为布龙也很肉 布龙主要是很多个人口 对 那我还是觉得他这把大亨之凯还是要换 能用两星金龙肯定要换 我觉得 大亨之凯不用金龙太难了 对 哇 虎心现在中期 这个感觉一星的索姆 确实就是差点伤害 没有法转 七人口 七人口 七人口你的索姆是怎么样 就算你两星你都可能会差一点 永远差一点 他这个阵容在千口地真的太难玩了 就是闭波的阵容 千口地的就只有水分 对 你在千口地就算你地数质量感觉都不够 就差那么一个人口 这里这边就是法暴俱杀 这个就很舒服啊 他这个狂图一座啊 插个甲板甲 然后有五斤嘛 五斤还是五斤还是 投资器 他好像都不需要板甲了 对 他有他有五斤有投资器啊 他不需要板甲 他这个也挺舒服的 就是一个巨杀法爆的一个叠加 他这边好四层双 炮转炮转还行 他等四 等这个四肢狗二星 换另外一个四肢狗再炮转吧 应该是 还是直接限机了 这把肯定不会限机吧 他还是要找机客限机 我觉得还是机客啊 好四层双 限机按铃金破不是很好用 他这把肯定还要再丢口地 先递出来吗 要上也是下坡上 这边狮子两张两星要拉扶了 递的比较好 十连胜而且 十连胜递的比较好 第三件五个封刃开砍 但是他这个 他这个是有点 和没有点差 没后期 但他 但他这个肯定能吃到分了 嗯对 他这个选择也没有错吧 比较符合 他的玩法 因为外面有同行 嗯对 太难受了 过来 对面应该还在找机客 这波 还是能砍死 断砍 质量不在一个档次 整体 这种年胜的拉夫 只有他整体质量高太多了 两个 两个落 还有三几颗嘴炮 看下这波 塞拉也流回来了 呃 还有奶妈 托拉卡先来起了 50块钱 护卫智慧 都不都不太行 嗯 那个海格斯都不 那个海格斯都不适合 星界赤福拿了 这边左下角星界赤福已经拿掉了 嗯 玩大陆 这边爹家选的是绿洞 绿洞很好的 他热门没有回复 刚好他的装备可以走纯暴伤 纯暴伤 古兴跟李少都拿着热烟气盘 狮子这边是大本银 做了热烟气盘 拿着大本银吗 拿的是大本银 大本银 大本银动不了了 走地拿出大本银 就封刃 就封刃 还可以 真还可以 只能封刃了 你说给他刷个光业刃 他这抗性够高吗 抗性够高 本来斗士也很肉 有没有可能给他刷个光业的 哦 来个 我觉得这种就一般 这个看着好 看着都虚 就前排太虚了 看着 表情不浓 单抗前排 他这个封刃很重要 补不出来就很容易被索特 这为这维鲁斯给他控码 他这个站位 这个全前排 维鲁斯一个技能 每个人都可以蔓延到 就靠风的那一下 对 哎 不过测分吧 和这种 这种不可能刺激了 还是要看 有没有光明装备 嗯 还是要看 有没有光明装备 那光 那个就有点太难了 还是很难救的 这边的经济 还选择选择扛一会儿 完全可以扛 对 他低 他全部低到二星了 之后就完全可以停地了 他这个赛拉要是二星 我觉得他战力都很强 太好了 这边装备实在太豪华了 三个极客吗 毕竟 这扬刀架百天使就很差 但他这边 其实决斗 我觉得决斗真的得要爆伤 你这种滑滑滑滑滑 滑着你前排没了 你就有人没了 是你看对面赛涵那边的叠加 就是一个 爆烧加吸血 对 赛涵的也还 但赛涵也差点法强 他法暴无尽 然后科技强 这边杨刀大天使有点太滑了 他这个装备舞太差了 好 这边吃吃可以限制到叠加 另一战吃吃还是很有用的 他已经花到十块钱了 只能拨拨地 内拨 内拨就只有你到钱 开始花钱 花完钱挂机 铲子左翼 发转呀 肯定要拿呀 而且还是个左翼 他有内地 他应该没有内地 我看他这样 没有内地也得拿呀 对 拿了就得等吧 他跟利利亚上这干嘛嘛 对吧 他有没有内地闪见 现在就是 两个回合是很难扛的 这回选秀如果没内地 现在也没提升 只有单左翼的提升 左翼的提升就够了 不过他现在是一个连胜 也够 左翼还是很关键 对 还没上八 这波上去可能要上了 能看到自己的上限这样的话 主要是 他这里上八人口 先带利利亚加左翼 他有逼波龙之心 对 六逼波无法嘛 现在 然后后面再找个杰拉 对吧 OK 他有杰拉 他这个日元气盘补的 还真挺舒服的 二星索母的 对 他主要是索母到二以后 其实整体的质量 要比刚才高了 他留住拉克斯 来铲子 直接气法 把那个杰拉下了 可以 对吧 直接就气法索母 下一件就合法爆 有日元气盘 这个伤害还是 有点 有点爆的 对 未来可期 我这波没防杰拉 防不了 他这个防不了 李超这边是上八 递到两星男枪了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厘身太大了 李超 就 毕波龙打水龙就很难的 哎 眼泪来了 哦 还行 还行 那这样的话 他等会就不会那么难刷 只刷单闪键 哎 这边拉布甚至还能赢 哇 他现在就等封刃 这边卡了 已经卡了两张分离了 一的生好 他这个分离拿的 脚越 脚越 脚越没啥用吧 没用 拿副三的 那么快 两只二星不容 四张六三星算是很快了 七法 这 不定前排装 整个大棒 还挺有实力的 早点虫子 对 早点传送门 不过这波 霞是站到了同侧的 而且有龙女 最后还转身冒险的了 但是他前排很脆 这个直接 心有点多 锁木打霞 其实还是小游的 主要一星多 你前排扛不住 第一个 漩涡就很杀 对 整体质量还是有差距的 这里补法爆 一定要补 他是吧 细梅就没容错 就是容错的问题 这个容错太关键了 这个还是比赛里面的 今天很明显 连败的选手都走不远 嗯 这一把法师是很有说学能力的 外面的阵容上来看 目前还是有所力的 又有光装备 他的装备 光装备 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 光装备可能拉夫会无敌 就拉拉夫可能真会无敌 光明法报 有拆卸 这边光装备能用的很多呀 光阴雪 还有锋刃 哎呦 光阴雪锋刃难buff 刚好他有日元起盘 他也没有那么多召集 所以一定要做个鬼术 而且有攀升 对啊 这边 光锯杀 带哪个锯杀 抽象 主要就是没容错 这装备刷 还得刷 刷 没钱了要刷 还得刷就得刷 来打了打爆 可以可以可以 太重要了 这个光神杯太重要了 他这样的话 他这边真是很有实力 就非常强 这光装备 就差 选秀拿个传送门了 很好 只能说 就差个传送门 只差个传送门 重伤也有 双胜杯 20秒 有重伤 有吸血 而且是双吸 有心界 有心界伺服 这边 厄斐流是到三了 这光方阵有点抽象 给厄斐流是补了点 还被吹了 还好 这个倒不是 他狮子狗 第二个必跳侠 而且有炮转 很容易秒侠 可惜 炮转的 已经被杀掉了 然后这个又被杀掉了 他感觉两个没有一起跳 就分开跳 就就蠢了 你先跳我再跳 结果这波 直接要把自己给跳走了 这两个狮子狗一起跳 确实是能赢的 对 目前来看 有人能赢这家 说不怕 场上的派 看 要看拉夫 拉夫补的什么 拉夫补的光装备 没给死小孩 对 要看拉夫 这边是光发暴 但是他这光发暴 拿着其他装备好抽象啊 因为琢姆现在他的前排比较弱嘛 他这个还好 主要有点打不了 如果这个水枪 如果这个水枪有一个 那个三秘术的话就可能 他做救赎了 肯定要做救赎 直接做救赎了 然后他其他的女神类就分开给了 大家多吃一下 原地化假翘 他其实也可以直接给个男 给个男人给奶妈 一性的假翘 我觉得潘森吃一下也挺好的吧 看下一件成品装备 哦 这不男强往后滑的 奶妈回血 他这个完全就可以上人口了 光明允许见 贼恩西 这个猪临死之前控了一下 我控制一下还真有机会 对 因为他后面抗性很高了 那天脸两枪就缩掉了 他肯定不会地了 没有任何 我觉得没得逼也没得地了 光烧按键 一般 过于一般 很容易被秒 他没有 他这个封刃在另外一个了 我觉得这个封刃还不如给他封 这光烧按键真有用吗 你有用肯定有用 但是 你还是差了一点容错呀 你近战 不带火炮 没夜刃 我觉得打虾 或打跌加锁头就没了吧 对 就被锁到 不过 打索姆也很难受 索姆那个在锯杀 那个双胜被在锯杀 这个还在7人口 嗯 两星叠加加两星青龙了 这个 这个就很难很难 他这玩的就是 上不了他这个没什么伤害主要是 他玩的就上不了 怎么可能这样玩 对 风人那一下已经挡过了 他没有法爆 太太低了 哎呦 他这个三 这三感觉 三上去没有感觉 太拖沓了 你杨又是杨 你决斗环境又是杨盗 又是大天使人 打中 怎么打中的人了 对 感觉装备的选择上面 在决斗环境里面 还是无尽法爆那套 厉害一些 无尽法爆科技枪 嗯 最好的三件套 或者无尽法爆巨杀 是的 如果说海克斯能补一点回复吗 这一般就直接无尽法爆巨杀了 那这么看 虎兴这个法师是能走得很远的 嗯 后面那个装备给的太舒服了 他这部选择拿了什么 冰甲吧 冰甲 一块有一个分点 那这样的话 他们这把中期节奏其实有点提速了 但是好像都 没有上线 成九人口了 还不错 整体 两个回复 嗯 虽然我还是觉得开高护位可能好一点 他这个爱达斯的话 中期的时候 中期的时候开高护位更好一点 画面这个吹风每波都堆到了 这个吹风太伤了呀 他每波都吹到了 就靠 纯靠 纯靠这个 吹吹 踢一脚 限制一下对面输出 嗯 吹吹打 爹家或者霞的时候 现在 还是很强的 能前排够肉吗 哎呦 被锁住了 山空了 而且 站同侧霞就是小游 站到反侧到可能就打不过了 不被吹也能打过 嗯 嗯 他要换吗 感觉不如不换 主要他这个五金锁住了 钻手又是一样的剧情 当五金是钻手的时候 你就真的没法舍弃 你舍不了呀 对呀 这钻手不太强了 他有幻境转吗 你没必要舍弃 二星杰斯也下不了 这波索姆 啊这边补了传输门加 我这前排 应该是250层的那个B波出的 对 这真是大呀 前排没了 四次过去 撞一下 四次会被秒的 但是我杰斯偷 其实偷的不错 火炮 我可以少走一点 锁头就没了 我没打出来 嗯 他这里边说这少走一步真关键呀 你要是这个火炮换成羊刀 这波输了 肯定也不能换成羊刀的 绝对换金 火炮的起始攻速和射程 这波所不能输 还是比较伤的 那他这波输了就很伤了 因为这家水炮 还是比较难打的 有一架很糊的水炮 可能会直接上酒 那家水炮 对 一二个经济上来看 这边又来一个封刃 感觉还是单法暴的问题 单法暴又是概率不报呀 有点看法会 但你做做法暴无尽的话 可能就不够够够了好 只能说他不暴击确实就会很伤 不暴击太伤了一点 对 他不安大陆的龙女 可以换法暴无尽的 不过他这么偷的好 这波肯定不用 感觉这波偷的是不用换的 下波他上人口之后二星 可以挤 法暴挤 把偷都挤下来 然后再合无尽 这个龙女来的很关键 这不着急的 这个真不着急的 这波偷的装备也好 主要他这个结石装备好 就是这个 这个玩意结石本身双抗加成 看这波的凌风呢 没吹到好像 这边赛汉达弧心很关键 决定谁 可能这一波要被淘汰掉 他可能不够 一星爱达斯 他伤害不够 然后前面扛不住 哇 这下回血都没回出来 直接被秒掉了 我这边爹家打着拉夫没打过 打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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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 刚好 又回起来了 立动 不会有没有可能出现昨天那种情况 三连击 一个人三击 啊 对 对 昨天真还真是两个人一人三击 对 上半场下半场一人统治半场 两个人携手竞技 今天又来 哎又来 今天上半场感觉是坏灭的 啊 下半场是谁的还不知道呢 这个又是他就他这把 看一下这个巨杀抱不抱 奥拉夫绕了一圈 对绕了一圈 赞巴德 哇 这个定住以后 这个巴德还一刀一刀砍掉 一刀直接没了 前排有点吹 嗯 他还是那个问题吧 就是他还真是 那个毕波龙给他补了个团树门啊 不然的话更难守 还好也只能锁这么久了 没办法了 容错实在太低了 放久了 他可能不跟拉夫站同侧的有机会 我觉得 两星龙女要集装没了我感觉这波 合法包也还是合法包 肯定是法 他这波有他有不安杀路 法包无尽 选秀拿个眼泪桌 合个正义 完美 或者直接拿帽子 有点暴 现在这个龙女伤害很高的 凌风往前排放 吹到拉夫了 但是大本营 但是布隆也对到了 那个布隆 大本营动不了 落下来之后 没吃到龙加装吗 我龙女直接碰另外一边的后排了 还好 哎呦 秒杀 直接被霞这波给秒了 锁头锁到了 而且刚刚风刃好像已经触发过了 这个光银血 还是 有点有点小差 我觉得他好像拿输出更好一点 银血虽然强 但是他那一夜肯定会的 对 只能拿那个当时太好了 但是银血还稍微 伤害不是很够 但其实三骑子的男枪 感觉就是已经攻速很快 已经很强了 对 可能想的就是不电容错吧 他那一夜肯定是会拿的 只是说现在看的话 可能会有点差伤害了 主要还刚这波 这波感觉团打的不是很好 这波团刚好是 就是他的男枪 一人出发了一顺年 旁边有个残血的怪 然后残血的怪 把这个仇恨吸引走以后 立马又转活到男枪身上 相当于 他一直没有巴德 而且他一直没有巴德 也很伤 嗯 这波来了 对 分离两个大天使 这波上了三秘书 但他打很难打的 很难打 画面这个不安大路的 嗯 他得男枪缩下去 就找个角度 缩下去 往前面一直滑 一直滑 一直滑 吹的是前排 东西往下走了 主要是这人嘛 大一下 龙女空一下 巴德再带一下 巴德再带一下 主要是匣子带无尽的呀 哦 感觉打破 差的还挺多的 这个 太克了 太克了 他就只能一直滑 我钱滑才行 外面这边太爆了 对 他的装备无尽法报 然后无尽巨杀 坏了 不会五联机 五联机 这个感觉确实他就创造历史了 你但是看他这打的也太稳定了呀 对 主要现在打剩下的这家 奥拉夫感觉 没办法 奥拉夫打不了 他有吹风的 大本营动不了 奥拉夫就这个结实的打半天 然后这个龙女下来之后就扛不住 下一个倒戈 直接结束 而且还是大本营不能动的 吹风 韧吹 刚好吹风落地 龙女差不多了 对 然后巴德也放大了 刚好启动 落下来吃到龙女的几杯 然后被打一套 然后就被A死了 已经锁到阿拉夫头了 脚越有封刃 就没有任何办法感觉 找不到赢点 对 没没悬念 不过到第二能接受 是 那我们这局 第三次说出一句话 恭喜换面 喝口水 啊